各位热情的读者们,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可不得了 话题的焦点是我们的时尚新宠杨超越 是的没错,这位当红小花旦最近在巴黎的街头可是引起了轰动哦 想象一下一位神秘的女子 身穿一袭黑衣,戴着墨镜 在巴黎的街头优雅的漫步 是不是有点电影场景的感觉,但这可不是电影 这是现实,这就是我们亲爱的杨超越 杨超越的时尚造型简直是又帅气又优雅 这个复古风格的黑衣搭配让人眼前一亮 它的气质和时尚品味真是让人羡慕不已 而这一次的巴黎之行简直是时尚界的一次大秀 巴黎街头成了它的梯台 它的每一步都像是在演绎一场时尚的盛宴 这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旅行 更是一场对时尚的致敬 当然我们不得不感谢杨超越的工作室 他们可是精心策划了这次时尚大片的拍摄 从服装到场景,每一个细节都是那么的完美 上人不得不佩服他们的专业水准 而杨超越的粉丝们也是太热情了 一经照片曝光,他们就像是氛围一样 在社交媒体上这一不断 有人赞叹他的时尚品味,有人感叹他的气质 还有人调侃他墨镜下的表情简直是太有趣了 但让我们更加期待的是 杨超越未来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呢 是更多的时尚大片还是演绎事业的更进一步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各位亲爱的读者们 我在这里沉挚地邀请你们一起加入我们的讨论 留下你们对杨超越的看法和期待吧 让我们一起见证他的时尚之路 为他加油打气